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4月7号 今天在台湾岛内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值得全中国人都来关注 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团体喜乐的联盟 今天在台湾高雄市正式宣布成立 今天4月7号是台湾的杨龙自由日 也是主张台湾独立的先烈 郑南荣自焚的日子 以这个日子作为成立的日子 说明了台湾人要求独立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 在目前这种国际形势下 目前可以说是台湾寻求独立的最佳的时机 习勒岛联盟实际上在今年的2月28号 就成立了记者招待会 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在4月7号宣布成立 记者招待会有李登辉前总统 吕修联前副总统 陈水扁前总统 以这个影音的方式来出现 还有台南党的主席刘一德 时代力量主席黄国昌 还有前行政院长尤希空 张军雄等等 台独的一些大咖们 大佬们都参加这个记者会 记者会也是非常的轰动 经过一两个月的孕阳在4月7号 今天终于宣布成立 成立的这个仪式也是盛况空前 很多的媒体 关注绿营的人民 全都来参加 出席今天成立大会的 有这个李登辉 前总统 还有前行政院长尤希空 前行政院长张俊雄 前总统府资政彭明明 彭明明以前是台大政治学系的主任 后来成为海外台独领袖 还有这个时代力量的黄国昌 还有很多的一些绿营的 政治上面的领袖大佬 今天都来参加 各个媒体都做了报道 这为什么说是一个 惊天动地的大事呢 是因为喜乐的联盟 他的宗旨是推动 独立滚头 正名入联 他不是一个政党 他的发起人呢 就是民事的董事长 郭培宏 民事呢 就是这个政经开民事 那个节目 彭文正 李金玉 李金玉 夫妻俩做的台湾最好的一个节目 里面有很多的那些 主张台湾独立反共的内容 深受两岸民众的喜欢 而民事的董事长 郭培宏呢 也是一个台独派的领袖 他也是非常的坚定 尤其他看到蔡英文政府 对中共这么软弱 无能 要求国家主权方面 根本没有毫无进展 维持现状 变成一种依赖现状 满足现状 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发起这个民间运动 这个民间运动呢 不是一个政党 不是谋求这个台湾的大选 不是说成立政党 然后我们参加九合一选举啊 或者未来的总统大选 是要推动台湾的独立棍头 所以这个 修罗大联盟呢 他的任务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修改棍头法 第二个呢 根据修改好的棍头法 进行全民的棍头 以台湾的名义 实现台湾的独立 然后谋求台湾 加入联合国 第一步呢 就是修改棍头法 我们知道 民进党上台之后 棍头法就开始了修改 把这个鸟笼棍头国民党的 改为一个 较为好的一个棍头法 再比方说这个投票的年龄 本来说是20岁 改成这个18岁就可以投票 然后本来说要几万人 这个提案呢 才可以这个提棍头的案 现在改成1800多人 就可以提案 还有这个联署通告啊 这些门槛都降低了 但是民进党版的棍头法 有一个严重的缺陷 它里面限制了 就国家的国号 领土 国家的一些宪法 所规定的一些东西 进行棍头 它这个不让投票 就进行了限制 所以这样的一个棍头法呢 你无法就国家的国号 国民 领土 进行投票 实际上是完全限制了台湾人民 棍头的权利 形式国家主人的权利 所以第一步要修改 民进党版的棍头法 要把这个棍头法确定为 能够就台湾的国号 国民 它的领土的范围 还有整个宪法的一些大事 要进行棍头 的这样一个棍头法 这个棍头法呢 这个郭培红 齐勒德同盟呢 决定采取联署的方式 在台湾岛内进行提案 然后在国会里也发动 然后媒体上也发动 整个就是说 要求国会能够通过 一个新的一个棍头法 如果它不 这个阻力非常大 那他们会采取这个 游行示威抗议 像太阳花学运一样 像当时在国民党 暴政时期 老百姓上街一样 这样一种形式来 进行抗争 是这个棍头法 新的棍头法能够通过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当新的棍头法通过了之后 人民可以就台湾的国号领土 进行棍头的时候 就发起全民的一个棍头 台湾2300万人就投下自己的票 大概有这个400万人呢 能够投票支持台湾 以台湾的国民独立的话 那台湾就可以正式的独立 所以就是第二步呢 就是进行全民的棍头 就台湾是否以台湾的国民 进行独立 取消中华民国国号 领土仅仅限于台盆金马 然后以台湾的国民 走向世界加入联合国 进行棍头 这个运动推动起来呢 我想呢 如果新的棍头法能够通过 然后进行全民棍头的话 那台湾肯定会以台湾的国民 实现独立国家 这样一个梦想 所以说喜乐岛联盟的成立啊 标志着台湾们走向了第一步 实大实的走向了第一步 所以意义非常重大 另外一个意义呢 就是标志着 对 中共的这样一种 统一的政策的一种彻底的背弃 彻底的一种决裂 我们就要独立 怎么证 我们不怕你的文工武卫啊 不怕你的辽宁号 不怕你的军事演习 甚至你正式开打 我们也不怕 就像当年的荷兰人民 寻求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独立一样 不怕 就像美国人民 面对英国的殖民 也拿起枪杆子 不自由 若宁死 台湾人就要拿出这样一种精神 谋求自己的一个独立 而且这个独立的层次呢 现在还没上升到暴力抗争 现在还是在一种非暴力的 在一种法律的层次当中进行 一切都是一种非暴力抗争的形式出现 当然第一步呢 就是这个要谋求新的棍头法的通过 这个过程当中呢 要通过媒体的力量 游说的力量 游戏上街的力量 要迫使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的这个议会 能够通过棍头法 第二步呢 也是要通过各种非暴力的行为 穷众的抗争的行为 使这个棍头法 能够马上进行棍头 就台湾的国家地位进行棍头 所以这种情况呢 对这个习近平政权来说 威胁是非常大的 因为习政权呢 他最怕的就是台湾 以台湾的国名 国号 来够真正的谋求独立 现在以这个中华民国的 这样一个国号的话 他还以九万共识呢 能够统来贯支 因为毕竟还是一个中国嘛 还跟大陆呢 维持着一种表面上的和谐 所以还维持在 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框架里 所以蔡英文政府说的是 维持现状 就是维持一个虚假的 中国概念下面的 这个所谓的一种 并不这个 撕破脸的一种局面 但是当台湾 以台湾的国号 宣布独立 要抛弃掉中华民国的时候 那台湾真的是从 中国这边分离出去了 那中国的这个 反分裂国家法 就开始实施了 然后逼着习近平呢 他不能不动武 习近平呢 还有中共当局 在这个台湾问题上 实际上是一退再退 本来说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说你台湾进行大选 总统直选 我就可以武力进攻 结果 人家第一次这个 进行全民棍投 总统直选 李登辉 那也没达成 后来说这个 如果这个民进党的 总统当选了 那我们要开打 后来民进党的李登辉 陈水扁当选了 他也不敢打 最近就说 这个台湾旅行法 如果美国通过了 那么我们就要武力统一台湾 台湾旅行法 前几天通过了 他也不敢打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必须要打 他再不要面子的话 他也要打 那就是台湾真正的宣布 以台湾的国号来独立 并且以台湾的国号 加入联合国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下 他不能不开打 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他以为的他的领土 突然成了一个新的国家 那他任何一个总统 君主 他不会忍受这种情况 尤其我们的西大帝 有这个统一中国的梦想 有这个非常高远的中国梦 他岂能容忍台湾 以台湾的国号独立呢 他不能容忍中华民国 他更不能容忍台湾国 就连中华民国的国旗 拿着摇一摇 他都说是太多 那拿着这个绿色的 台湾国的旗帜摇 那他不是更害怕了吗 他肯定会打的 他国际上的面子 他勾不住的 但是问题是 他一打台湾 他就完蛋了 他一打台湾呢 我们知道 一个是他的军队 不堪一击 虽然现在他通过常年的 跟美国的贸易一叉 赚了大量的这个美元 在加速制造航空母舰 听说要马上要 造出这个石搜 在这个科技上面 也通过山寨剽窃 也不断的这个进步 还有这个制造业 现在快要成为 世界的中心了 所以各个方面 他好像力量很强大 但是呢 他是外强中干 而且这些解放军 内部纪律缓散 腐败透顶 好多个大将 好多个上将 因为腐败问题 比赶掉 军心不稳 然后我们知道 用美国的这个 台湾关系法 台湾旅行法 来保护台湾 还有美 日 韩 这个联盟啊 来完全的来保卫台湾 那么台湾的命运 和国际民主自由的命运 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他如果 骇人动武的话 那他就是自去迷亡 我们真的倒希望他打 所以我们真的倒希望 台湾宣布独立 因为台湾宣布独立之日 也就是中共瓦解之时 台湾宣布独立之日 是台湾人民 获得自由的日子 也是中国人民 获得自由的日子 所以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 台湾的喜乐岛联盟 今天宣布成立 这是一个台湾人 他行使他们的 著名自决权的日子 这是一个台湾人 他履行这个 人权高于主权 地区自治 地方自治 这些国际普世价值的 一个日子 我们知道台湾的民进党 虽然以台独为正高 但是他一旦执政之后呢 他就马上的给堕落了 他以这个什么 维持现状啊 还有这个两岸一家亲啊 很多的一些 是是非非的东西呢 来搅和 造成这个蔡英文 为主的这个民进党的主流呢 是非不分 向中共妥协 甚至这个习近平的 一个远方亲戚死了 这个蔡英文 还有他的 小英之友会的会长 都去吊咽 蔡英文本认为 去喊送了话来 你一下 对这个习大帝舔之啊 吹捧了 就到这个地步啊 你说民进党这个 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说国民党 共产党化 民进党 国民党化 就这个现实 所以台湾不得不出现 第三股势力 这个势力呢 就是很明确的主张 台湾以台湾的国号 实现独立 真正的以台湾国的名义 加入联合国 我们作为中国人呢 我们是非常的 乐观其成这个局面 因为中国的每个地区 它都有独立的这个权利 人权高于主权 当地的人民觉得 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 来实现他们的人权 自由和幸福 那是完全的理所应当的 这就是普世价值啊 要尊重它的普世价值 这也是联合国的 第一条 所规定的 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 是以著名自觉的原则 来为基础建立关系的 所以我们知道 对台湾独立呢 我们要以这种 乐观其成 鼓励的方式 来积极来支持它 台湾岛内 确实需要第三势力 当然民进党内也有 健康的力量 像赖清德就是一个典范 现在他做这个行政院长 他是台南市的这个市长以前 我曾经跟他见过面 因为他的那个民政局局长 郑国中牧师 就跟我差不多 一会从政一会当牧师 通过他的关系呢 跟他有见面 现在他做这个台湾行政院院长 也成为中共这几天 骂的最厉害的一个人物 环球时报还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要精确的打击赖清德 要在全球通缉赖清德 通缉之前呢 先根据国家反分裂法呢 搞一个审判 列举罪状 然后把赖清德全球通缉啊 这个就是最近环球时报叫嚣的 所以这个赖清德呢 但是他虽然是民进党 虽然是行政院长 他好几次这个在国会发言呢 都说是 我就是个台独工作者 台湾和中国就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在民进党内有这种人呢 也是非常的难得 当然我们更看到 这些第三势力呢 开始了这个凝聚团结 以前绿营团结不起来 就是胜率啊 绿营团结不起来 各种四分五裂 各种这个人性的这种弱点 全都曝光 但这次我们看到 在民事董事长郭培宏的号召下 大家在2月28号 这个台湾人民遭到国民党政府 残酷屠杀的 就像中国的六四的这个日子 他们成立了这个 召开了成立的记者会 然后在4月7号宣布成立 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事件 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希望台湾人宣布自觉的日子 也是中国人能够走向自由的日子 我们看到习大大现在坐卧不安 坐在火山口上 就像袁世凯一样 他宣布称帝的那个日子 他就坐在火山口上了 各地开始反那个袁世凯了 他仅仅做了83天皇帝啊 就一命呜呼了 那习大帝呢 他也取消任期限制 要做终身的皇帝 但是我们看到 美国就向他开战了 贸易战就爆发了 贸易战要打个 彻底的落花流水 这个是真的 我这几天一直在做这个 贸易战的节目 是因为我看到了 美国政府 包括从川普到皮特纳瓦罗 包括这些工人阶级们 全都一门心思 要把十多年来 积压的这个愤怒不平 要在今天释放出来 要把贸易战打到底 所以就是说 习大党他不仅要面对的 美国的这样一种经济上的战争 而且另外一个战敌 今天又出现了 那就是台湾 真正的要以台湾国号 宣布独立的 这样一个民间的大力量 喜乐岛联盟成立了 这是一个 也是让他致命的一个死敌 而且这两个致命的死敌呢 都是他必动的要应战的 他不能不应战 不像南海和这个北韩的问题 那北韩的小兄弟 教他这个核实验收敛一些 那可能仗就打不起来了 南海方面我们人滚倒啊 各方面我们潜伏起来 那也仗打不起来了 但是贸易战不一样 贸易战是美国主动的要打的 你不打也得打 所以说中国现在也是认怂了 中国政府说 本来是同等规模 同等力度要反击 昨天就改口是大力度的反击 他不敢同等规模了 因为美国1500亿的话 他对付美国呢 也只能是1300多亿 1400多亿 因为他进口的美国的商品呢 也就1000多亿 顶多就是1400亿 所以说他的同等规模呢 已经给退让了 他打不起这个中美贸易战 那台湾的独立也是这块 当台湾人真正的冲炮 党内党外的阻力 宣布独立的时候 逼着他不能不打 逼着他不能不打 这个时候呢 他就垮台 就是他不打 他认怂了不打 那他内部的矛盾就非常的厉害 强硬派就不满他 各地的这个独立势力就受到这个鼓励 新疆西藏内蒙 都纷纷俭改而起 就整个的来解体这个中共 所以中共呢 必须要解体他 各地的宣布独立 才能把这个旁人大国呢 才能解体 所以我们对 郭培文先生发起的 喜乐岛联盟的成立 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今年也会去台湾 跟喜乐岛联盟呢 我们也会建立很好的一个关系 包括这个台南党的主席刘一德 也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 我相信很快我们就会见面 我们要为你们台湾的 正名入联 独立棍头事业 要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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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